中广早报新闻 谢谢您 现在时间7点24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1月10号 星期五 农历几汉年腊月16 1月11号 总统立委大选投票 从投票日凌晨开始 就不要再拉票咯 所以倒数回来 现在大概剩下16个多小时 有没有很紧张呢 今天早报在投版内页的新闻焦点 当然第一道聚焦最多版面篇幅的 还是总统大选 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 苹果日报 今年投版头条都是 昨天在凯道上 韩国瑜的大型造势晚会 当然主办单位喊出是百万庶民站出来 另外在部分报纸 则是左右并程的方式 像苹果日报 它是把蓝绿昨天的一些 造势活动现场聚焦在投版 今天自由时报投版选择的话题 其实跟选举也是有关啦 是贡敌案王立强 昨天最新的发展后续的消息 早报在投版的这个广告部分 一样哦 蓝绿呢 把握最后时间赶快 把他们想要跟人民传达的诉求 透过投版广告告诉您 今天忠实跟联合的投版广告 是韩正义买的 是这个韩国瑜跟卖菜的数据阿嬷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看起来相当温馨的广告 数据阿嬷说对韩国瑜有信心 希望她为台湾土地 做一个无私无我的领导人 这是今天两个报纸 中时联合的投版广告 自由时报今天的投版广告呢 则是给了蔡英文 当然今天蔡英文在整个广告诉求上 还是比较倾向走这个主权的路线 说集中力量让小英卫台湾挺直腰杆 站在填梗填中央的画面 其实画面也蛮漂亮的 是蛮清新的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广告 而这个苹果日报 今天投版广告则是 亲民党买的广告 亲民党也希望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能够来支持他们 而大标题下的还蛮妙的 说支持郭台铭 朱立伦 柯文哲 郑文哲 郑文蔡 票就要投给宋楚瑜 好什么意思呢 难道朱立伦跟 柯文哲 郑文蔡 有同意他们把名字挂上来 叫大家来支持他们吗 好你其实看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发现 因为宋楚瑜他说他只选一届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2024要支持的是 郭台铭 朱立伦 柯文哲 郑文蔡 出来的话 就不要再让其他人呢 呃当选了 他们可能会连任 可能会去培植新的人 甚至绿营稿报就是赖清德了 所以既然宋楚瑜只做一届的话 下一届你想要看到 这几个人出来 那你票就要投给宋楚瑜 好这是亲民党今天广告 其实还蛮妙的 在苹果日报头版下半版面 跟选民传达 总统票以及政党票 要拉票的这样一个诉求 那回到头版头条的焦点呢 刚才提到大部分的话题聚焦的 都还是昨天 呃凯道啦 或者是绿营在宜兰造势场合的一些画面 我们先听到中国时报好了 中时今天头版头条 是百万庶民挺韩国瑜 倒数决战24小时 说昨天秃子汉子 燕子再度合体 蓝营大团结 今天中时头版照片用的 同样是昨天 这个秃子汉子 燕子呢 三个人在台上 高举双手的一个画面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 联合报则说这是韩流在线 凯道百万 韩国瑜说要找回台湾人光荣跟自豪 昨天在凯道人真的不少 所以各个报纸在照片的处理上 处理起来都蛮漂亮的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在中时跟联合 头版在蓝营方面昨天有哪些话题 来先聚焦在蓝营 稍后再提供给大家 论营方面昨天有传达出哪些重要的诉求 联合报今天头版头说 马上总统大选决战在即 韩国瑜昨天晚间的凯道造势 国企齐海飘扬 寒流在起 蓝营的15线市首长同台大团结 韩国瑜重炮抨击民进党很像金光党 能贪就贪能捞就捞 所以希望明天投票 让贪腐的政党民进党下台 主办单位说 他们已经超过百万人次在现场 没有游览车没有双煮菜便当 只有一颗热烈的心 韩国瑜昨天炮声隆隆 他说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民进党痛批国民党 最讨厌国民党的三件事 党政不分多数暴力新闻不自由 有时候还会骂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司法不公 结果执政三年半之后 发现这个美一样 民进党都没有少做 所以他说民进党不是纯洁的小白兔 而是可怕的大野狼 不要再让这个民进党欺骗大家了 希望选民能够再给国民党 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 忠实在头版的内容方面 则是号召大家归队 不管知识栏经济栏 或者是郭粉清明党 这个过去的支持者 说你如果没有投给韩国瑜的话 就等于投给蔡英文 当然言相之意是因为 觉得宋楚瑜不可能当选 所以说你不投给韩国瑜这一票呢 就等于是投给蔡英文 选前之夜号召 今天晚间千军万马高雄见 而在润营方面 民进党今天选前之夜 有四场造势晚会 蔡赖一个晚上分镜合集 蔡跑高雄跟台北 赖金得手台中跟新北 最后凯盗大会师 所以今天晚间的凯盗 会是绿营的场子 大家当然难免会把 昨天晚间跟今天晚间的造势 这个场面呢 来做一个比较 大家拭目以待咯 在内文方面今天 中国时报的三版聚焦的则是 昨天有一个脸书粉砖 蔡英文后援会 倒戈挺韩国瑜 所以很多人说起风了 这是经营四年多的脸书粉砖 蔡英文后援会 突然改挺韩国瑜 态度批变 让英粉气炸了 扬言控告发文者 管理者很霸气的回呛说 到告什么呢 2015年韩国瑜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就开始支持蔡英文了 有规定说支持 一定要支持到死吗 她说挺蔡四年 现在投不下去了 包括最近茶水表啦 或者是政绩 让选民不满意哦 她说看一看这几年社会发展 蔡英文她投不下去 叫小孩同性恋结婚 跟大陆对立经济发展搞不起来 跟大陆对干 也要把人民先照顾好 不是吗 所以她说这一次呢 她要投给韩国瑜 这是今天中时哦 特别把粉砖起风 改风向 这个转向 放在三板的板头大标 另外联合报 今天那页三板说 这个是蓝营大团结 最大党教讨厌民进党 所以昨天的场面相当的热烈 朱立伦呼吁中华民国派 放下小我站出来 国旗骑海烟凯道 警服门五路挤爆了 所以今天记者王玉中的观察说 到底算不算起风了 这个风有没有办法吹倒民进党 变成大风 要看明天投开票结果 当然昨天还有个现场画面 讨论相当多 网路上点阅率也很高到 是赵绍康 他催知识栏跟经济栏 站出来挺韩国瑜 当然赵绍康的理由也是一样 他说你投给宋楚瑜 等于就是投给蔡英文 因为这一票没有办法扳倒蔡英文 昨天晚间资深媒体人赵绍康表示 你们还不支持吗 我是知识栏 我是经济栏 我都出来挺韩国瑜了 如果说知识栏跟经济栏归对的话 至少多一两百万票 不投韩国瑜就是投蔡英文 投宋楚瑜也是投蔡英文 所以如果不想要投蔡英文 就要票票入轨投给韩国瑜 而他也向郭芬喊话说 初选输了就是输了 希望总统支持韩国瑜 区域立委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至于政党票随便 就是政党票 因为国民党的部分区有很多的争议 所以在政党票部分 赵绍康说随便大家投 好这个是赵绍康的说法 马上宋楚瑜也在脸书上做了回应 宋楚瑜昨天说 这代表你看在绿营方面 他们也说你把票投给宋楚瑜 就是等于投给韩国瑜 那蓝英说你把票投给宋楚瑜 就是等于投给蔡英文 换句话说 我宋楚瑜才是蓝绿最大的交集跟共系 所以呢 我才是台湾最大公约数 好这是宋楚瑜的说法 今天在自由时报 把赵绍康操作气宝 放到板头 宋楚瑜说 哪有人气好的去保坏的呢 他说这个气宋保含 没有基本常识 赵绍康说 投送就是投菜 如果真的是要操作气宝的话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气好的保坏的 这没有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还能活在天地之间吗 他再度批评说 国民党候选人没有高度 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将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他白天炮火更猛烈 他说某人诚信不足又色咪咪的 而国民党对中共卑躬屈膝 比奴隶还奴隶 所以来批评国民党 以及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 拉在二版做到板头大标的内容 当然大家各有立场 我们一并来听听看 今天晚间的选情之夜话说 韩国瑜要回防到他所执政的高雄 预计希望能够号召50万人相挺 主办单位已经说 我们有三位神秘嘉宾 本来大家都猜说 神秘嘉宾兵会不会就是李嘉芬 韩兵加上一个数据阿嬷 因为数据阿嬷最近 因为挺韩国瑜被霸凌的相当严重 网络上有好多 其实很糟糕的言论出现 所以预料如果数据阿嬷 今天站出来挺韩国瑜的话 应该在温情牌部分 会有一些催票的效果 那大家拭目以待 因为韩半现在对于神秘嘉宾人选 是保密的 并没有对外宣布 很多人会猜是数据阿嬷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至于韩兵的部分确定不是 因为据说韩国瑜夫妇 非常保护韩兵 很怕他因为站出来 再遭到攻击被霸凌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的说法 神秘嘉宾应该不是韩兵 不管如何晚上答案就揭晓了 这是在蓝音部分 至于我们来听听看 绿营昨天的造势场合 也相当热闹 昨天晚间蔡英文是在 所谓民主圣地宜兰 在造势晚会上说 政党票大家不要分票 挡住伤害台湾的法案 很担心政党票 被包括绿党啦 被时代力量 甚至一边一国 这些小绿给吸走 所以主张政党票 要集中起来投给民进党 说国会如果没有过半的话 国民党的吴思华 叶玉兰最高兴 改革要蔡英文 跟立院党团一起拼 昨天晚间 在凯道声势相当热烈 相信绿营也看到听到了 所以蔡英文特别说 对手的声音越大声 我们就要勇敢相信 自由民主改革决心 不出来投票 就是让别人决定你的未来 转到基隆晚会拼场的时候 她特别说 这场选举 是给年轻人一个未来的承诺 希望年轻人回家投票 不过蔡英文在尾巴的时候 其实说的相当好 她说 不管选举结果是怎么样 她希望支持者 都是拥抱对手 拥抱对方的支持者 不要轻视他们 不要去仇视他们 这个不管是蓝绿 都相当受用 也不管明天 开票结果出来是什么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要仇视对方 要去拥抱对方 接受选举的结果 这个是当然是 明天之后 大家要来想一想的事情 这是昨天在绿营的场子上 蔡英文的一些对话 当然她就说 如果你让韩国瑜执政的话 等于是年金改革就停止了 那么同婚走回头路 费和家园也走回头路 等等 这几个是蓝绿 比较差异相当大 可以说是南辕北侧 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 这个政策方向 所以昨天蔡英文 特别把这个部分拿出来讲 选前倒数两天 昨天时代烈量的 这个立委黄国昌 他站出来表态挺蔡英文 他在脸书po影片 说亮话 赞美小英的外交国防表现 他说呢 他给予很高的评价 当然总统票 他会投给蔡英文 从选举策略上来讲 当然这个黄国昌 也是巩固自己 在绿营方面的一个选票 毕竟时代力量 他排在不分区的第四名 其实要 当选其实蛮拼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够掉票 他站出来挺蔡英文 今年自由时报 放在A6版 政治新闻版的板头大标 还有一个站出来挺蔡英文的是 今天清晨大概四点多 前高雄县长杨秋鑫呢 也在他的脸书上发文 说总统票 请投给蔡英文 那他当然先数落了 韩国瑜过去 有很多的争议 包括他的这个形象不好啦 或者是等等的 不守承诺 还有他太太李嘉芬干政等等 他说过去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最挺韩国瑜 为什么我现在会改变呢 他举了很多他的理由 最后喊话支持者 说总统票投给蔡英文 因为后面他要接续的是 罢免韩国瑜的行动 好这是杨秋鑫哦 昨天今年清晨最新的发文内容 其他的这个焦点呢 当然还有亲民党跟民众党 郭台铭喊总统票投给宋楚瑜 而在自由时报 今天的报道当中说 民众党里头要投蔡英文的 也一大票 所以换句话说 民众党里面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今天晚间民众党跟亲民党 都有选情之夜 选前之夜 那郭台铭确定不会出现在 民众党的选前之夜 今天早报整理了很多 最近可能柯郭两个人 越走越远的一些证据 还有市政 今天在早报当中说 柯正义里头 很多人不买 郭台铭太强势 也觉得他两边压宝 说不过去 所以呢拒绝发出邀请 那当然有科人士 有郭人士也会担心 如果郭台铭上台下面是虚的话 那很尴尬嘛 所以就说他们不邀请了 而郭正寅也有人对媒体呛下说 如果这么勉强的话 那我们就不过去咯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今天 清明党的选前之夜出现 这是在今天 在第三势力部分的一些话题 而投票日好天气 高温预测28度 走国道的话 小心会有五大地雷 建议大家避开拥塞时段 尽早出门去投票 否则如果因为塞在路上 没有办法赶回 这个在籍地投票的话 那其实有一点点可惜 所以建议大家把握好天气 出门投票 尽早这个出发 不要塞在路上了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是 昨天蔡正元跟这个 共谍案主角王立强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看起来有点扑朔迷离 性者横性 自由时报今天放在 头版头条的是 蔡正元涉案澳洲警方调查 逼中国间谍王立强翻供 简单来说呢 最新的发展是 昨天有澳洲媒体报道说 王立强受到威胁跟利诱 是蔡正元跟这个 他的一个中国商人 孙天群合作 叫他站出来反咬民进党 说民进党给他一笔钱 是邱毅仁指使的 那要他翻供咬 说一切都是民进党策划 整起共谍案 蔡正元马上就出来 公布了包括录音带 包括了视频画面 蔡正元方的主张是 说呢 其实是王立强 告诉这个中国商人 孙天群说 他收了民进党邱毅仁的钱 当然在录音画面 没有点到这个邱毅仁三个字 这是蔡正元转述 这个孙姓商人跟他说的 那重点就是民进党给他钱 叫他规划或者是对外讲 这整起共谍案 是整个精心安排的一出戏 等于是这样说 那这个是澳洲媒体的报道 不过蔡正元说 这整个案子呢 其实是民进党叫 这个王立强这么做 而且告诉他说你不能够对外说出 这个是假的 这整个是一个骗局 那王立强就开给蔡正元一些条件 说呢 如果说我照你的做 我不对外讲出共敌案真相的话 那你要给我一大笔钱 把我在中国大陆的债务还完啦 或者是说你要保障 我在家人 在中国大陆的安全 而且我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大陆 那蔡正元说 这些都是王立强方 开出来的条件 好不管怎么样 在澳洲警方部分呢 据说今天早报报道 也已经开始在调查蔡正元了 还跟我们的法务部证实 确认说 有没有这一号人物 那法务部方面也配合 台湾的检察官看到这起案件 昨天可能不知道是主动啦 或者是媒体跑去问说 那你们要不要办 至少呢 检方对外说法是 我们不排除 也要来约谈蔡正元 来调查整起事件 而邱一人被点名之后呢 邱一人自己是喊冤 他说整起案件 根本是子虚乌有 我从来没有到过澳洲去 而民进党也说 那你看蔡正元跟共谍 跟王立强有接触 自己还有拍视频 你怎么可以跟一个共谍接触呢 当然这他算不算共谍 可能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不管如何 民进党说 他是共谍 你跟他接触 你这是国际大丑闻 好双方各有说辞 今天自由时报 是把澳洲警方 调查蔡正元做到 头版头条大标题说 是逼他翻供 而且直接下 王立强是中国间谍 不过中国时报呢 则说蔡正元引述台商的说法 王立强说是民进党给钱 操作整起共谍案 所以你听到 所以两边选择 放在标题的说法 是不一样的 蔡正元也昨天 在记者会上也特别强调 他没有亲耳听到 民进党给钱 没有听到王立强说 他听到都是商人 孙天群的转述 所以今天自由时报 就把这个部分呢 没有听到 亲耳听到 民进党给钱 这样一个说法 放到了大标题 说民进党表示 这是国共一时二鸟 联手介入选举的一个操作 拿钱给王立强 邱毅仁说 子虚乌有 这也是自由时报 今天大做的标题 另外自由在 法律面的一个分析说 蔡正元可能会违反 澳洲反干预法 最终会被判刑 二十年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 引述法界人士的话 当然啦 这个时候呢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你想要离出一个真相 恐怕不容易 选前至少不会有真相的 所以大家看官自己 看自己的 相信哪一边的说法吧 联合报也把这个事情 放在了相当重要版面 四版的版头 当然没有什么 确定的一个结论 说检方不排除传唤 蔡正元 法务部说向心案 现在还在跟澳洲 恰商司法互助 所以可能在侦办部分 会跟澳洲警方密切的联系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头条 各个报纸政治新闻版面 在选战版面部分之外 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是大力光 工商时报头版头 也是大力光 因为昨天法说会 大力光真的很猛 昨天公布 去年美股赚210块钱 经济日报 大标题报道 说昨天的法说会呢 大力光公布的这个 美股的盈余 是刷新台股记录 上一季毛利率 重新回到七成 这是史上的第三高 比法人预期的还要好 单季赚81亿元 美股纯益60.32元 全年获利增加16% 美股纯益首破 200块钱达到210.69元 也是新高记录 刷新台股上市贵公司 每年的年度存益记录 工商时报大标题说 大力光很猛 去年EPS再创新高 210.69元 而且稳坐美股的获利王 好你哪一股 能够美股赚210块 真的还蛮夸张的 今天两个财经报纸呢 来分析一下 昨天大力光法说会 以及财报 透露出来什么样的消息 外传华为下修 全年的手机销量 减少工艺链订单 大家说 那你大力光会受到多大影响呢 昨天执行长林恩平说 大力光接单都是动态调整 如果客户下修 都会提前告诉我们 而且本来的订单 因为客户出货调整 成为库存 客户还是会付钱的 只是暂时放在仓库 看需要的时候再拉走 所以不必太担心 这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而工商时报呢 则说 目前看起来 元月营收会比去年12月稍微坏一点点 二月份因为工作天数增加 表现比一月好 农历春节休七天 但是产线呢 按照惯例 全年无休的 大力光2019年的 营业好表现 以及接下来的展望 两个财经报纸 在头版一起来关心 财经报纸 头版下半版面 还有台北股市的卸票行情 今天经济日报也蛮看好 说渴望是有卸票行情 为什么呢 一个是台北台湾在选举嘛 选举上来呢 其实在选后 所谓不确定因素消除 或者是不管是利多或利空出境 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回到常轨 另外一个好消息 当然是国际面 资金面 政治面 基本面都还不错 最近国际间传出来 包括美中要签贸易协定啦 或者是说伊朗情势生还啦 都是比较趋向市场乐见的方向 所以今天在经济日报说 台北股市的卸票行情可以期待 台币爆量昨天看到二字头 台北股会昨天是双涨的 据了解外资至少汇入5亿美元 所以台币盘中冲破30块钱大关 最高来到29.96元 升值1.27角 不过后来因为进口商抢便宜的美元 所以台币稍微拉回来 中场收盘的时候 升值7.9分 30.008还是一年半来的新高点 这是经济头版二 美意冲突情势解缓 现在避险需求下降 邮金价格转趋稳定 还有一个头版焦点是 刘鹤13号率领时任代表团 在华府美中15号 渴望签美中贸易协定 另外边来提要今天 经济日报报导 王文渊谈景气审慎以对 iPhone对大陆出货热 待望台系列 大选前夕行政院又发了三大利多 机械业产值守住1.1兆元 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下周签署 大陆方面宣布说 刘鹤13号到美国 今天中国时报内夜也做了 反投大标 13号要到美国签贸易协定 最主要聚焦的包括了 制裁权 金融自由化 外汇以及采购等等 这些话题 这是中美之间贸易协定 签成最新焦点 川普甚至已经谈到了第二阶段贸易协定 他说希望11月大选之后 能够赶快签第二阶段的协议 好工商下半版面 还有一个外电焦点 这是哈利跟梅根 这个哈利王子夫妇 要退出 慢慢淡出英国皇系 英国王子哈利跟太太梅根 在台北时间昨天发布声明说 要退出资深皇室身份 财务独立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跟王储查尔斯王子 事前没有被通知 也没有商量 完全不知道 所以皇室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失望 不过梅根跟哈利 其实他们很想做自己 特别是哈利的妈妈 戴安娜王妃是被霸凌 在狗仔飞车追逐下死掉的 所以她感受特别深 她也支持她的太太 慢慢慢慢 把双方的财务独立出来之后 他们想要从事自己的事业 这在皇室来讲 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今天在工商时报 做到头版下半版面 国际新闻版面 也几乎都是大标题 好多的故事报道 把戴安娜王妃的故事 又翻出来重新讲一遍 而工商时报 今天另外一个标题是 孤公仪辞掉台尼的 副董事长 海尼特别表示说 现在总经理李中培 可以分担他的业务 所以不会受到影响 工商时报的编栏重点 外资锁定高价股 4000斤再旺 选前压保蓝绿概念股出列 中小企业放款 暴冲拼5年来新高 选前房市观望 风向球摔到蓝灯 王渊谈塑化景气 比较保守比较谨慎 还有苹果的App Store 一天进涨4亿美元 工商时报的编栏重点 昨天股会双涨 接下来呢 今年的景气 塑化业方面是比较审慎的 自由时报今天还关心 冠状病毒武汉肺炎 说中国专家初判 可能是新型的冠状病毒 自由拉出来的标题是 可能会人传人 那引用的消息来源 是大陆学者的看法 不过台湾疾管署说 这款新病毒呢 在会不会传人 现在不确定 初步研判 人传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是动物传人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到疫区 要做好准备 这是自由时报 标题下可能人传人 不过内文 如果你看的是 疾管署的说法 是动物传人 应该是不会人传人的 接下来包括境外阻绝 杜绝病毒入侵 严控国内流感疫情 是防止疫情 这个升温 相当重要的关键 在内文部分呢 自由时报 来请大家用版头大标题 一起来关心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台湾的武汉肺炎疫情 时间7点50分 赶快来听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一些内页新闻 提供给大家 7点50分 不要迟到咯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 2020年1月11号举行 韩国瑜能不能逆转胜 蔡英文真的 回来了 16小时 有没有很紧张 明天就要投票 今天有谁来 好 我看到罗杰来了 德瑞克来了 彦华来了 门房秦大爷 蔡妙山 国贵 还有玉如 陈英景也来了 英景谢谢你的礼物 好对 我知道前面还有很多 大家都来了 谢谢大家 选前16小时 紧张吗 我是觉得快要松一口 今天每天早上 要看好多蓝绿新闻 就算我昨天晚上早点睡 我早起来大概会看看 晚先造势的一些影片 我其实倒觉得 有点心疼 因为每一双眼睛 不管你是在蓝的场子 绿的场子 每双眼睛都是很热切期盼 我想明天晚上 总是有一边人会失望的 怎么办呢 很不忍心 不管如何要结束了 大家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好 这几天连播天体都会被念 像昨天我说 要变天咯 然后就很齐心 我说不会变天 或者说 这个变天这样讲不太好 什么蓝天绿地 明明就是很好的画面 大家干嘛这么紧张呢 好 那谁会赢 说实话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各阵营自己的判断 昨天我有一个会看 一斤的朋友说 韩国瑜稳定当选 我说真的吗 那但是 但是我们昨天 又有一个主持人告诉我 说他们内部有一些数据说 赞英文稳了 韩国瑜追不上 是怎样 每个人都很有把握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谁会赢 他票开出来才知道 所以大家欣赏 是真吧 太阳赤子 还有佩莉 佩莉佩莉佩莉 谢辛迪 BenBen Semi 佳飞 我没有办法一一点名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好 那我今天就说 政党票要小心头 紧盛头 不要让一党过半 拜托拜托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央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是国际话题 在伊朗的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今天国际新闻版面中国时报说 川普现在决定要冷处理 伊朗呛吓说还没有完 我们还会有更强的报复行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而美国大棒胡萝卜并用 伊朗在射飞带 白宫说伊朗似乎收手 但是至少在口头上 伊朗是没有松口的 他说报复未了 我们还会有更强的报复行动 好继续来听到的是 今天在内容部分 今天在美国众议院很担心 川普会有别的行动 所以美国众议院要限缩 川普的动物权 他宣布周四国会表决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 我们要跟伊朗协商 要先来控制一下 川普不要让他妄加行动 所以限制动物权 同时间要跟伊朗来做协商 不要开战 真的不要打仗 好再来是乌克兰的航空 在伊朗坠机 到底是相撞 是飞弹 是故障 是恐攻 美国专家说应该优先调查的是 被击落的可能性 因为种种迹象显示 包括美国的情报单位 包括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都说这是伊朗的飞弹击落 而且连型号都有 说是俄罗斯制的导弹 所以目前朝四个方向来进行 但是伊朗也有话说 伊朗说 这空中击落的话 应该会先爆炸 就没有 那你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说法 另外自由时报 今天的国际新闻版面 就是哈利王子夫妇 宣告半退出王室 引起相当大的震撼 女王也是看电视才知道 所以觉得很失望 不过今天在早报说 其实有迹可循啦 毕竟对梅根来讲 她也不是传统的这个王妃 所以她的形式作风 跟过去势必是有点不一样 算是新形态的王室成员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人生 就被绑在王室 这是外电焦点的部分 早报相当精彩 相当热闹 有很多的话题 继续听到的是 今天的那页新闻 立委选举大咖助阵 北市蓝绿路空催票 包括朱立伦 赵绍康陪同 蓝银扫街 民进党大佬站台 网红486 也都去帮立委站台 有一个相当受到 关注的选区 就是我们现在 中网新闻所在的中山区 中山区双税对决 蒋万安 以及吴一农 到底录死谁手 今年早报做了 好大篇幅的一个 比较报道 投票日好天气 礼拜天就湿冷了 提醒说 明天国道 很多地方会塞 会机动开放 路间启动杂道 移控管制 不要忘记 塞车还有个原因 是农历过年快到 其实现在路上 车真的蛮多 这几天上班 都有很明显的感觉 可能是选举关系 可能是过年年节的气氛 如果要买菜的话 小心农药超标 昨天消息会最新公布说 豆菜就是长长的那种姜豆 它的农药 有一半以上是超量的 甜豆更可怕 几乎通通中标 所以在买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要来看有一些 有检验符合标准的菜 或者是说回家 多用清洗多洗几遍 然后用流动的水去清洗 吃的时候比较安全 另外联合报生活版说 故宫副院长玄缺十个月 竟然在选前突然补人了 内阁总辞之前 苏葵核定 器务处长余佩景上任 被批说 你选前就是要安插人事 故宫说这个人选其实还不赖 他很稳健 还有专业考量 这时候补总比不补还好 所以不见得有这么多的一个反弹 另外来听到的是今天在体育焦点 台皮上半季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了 SBL超级篮球联赛 上周被蒲原中断 开季八连胜 台皮本周拿玉龙开刀 昨天一路维持领先 第十胜入带 距离上半季冠军 只剩下最后一步 而大马羽球赛 进入八强 放眼东京奥运 小代现在全力冲刺 又过了一关 不过很可惜的是 昨天周天成 并没有赢球全场再陷入被动 所以周天成败战 而东京奥运部分 庄志渊 他打算第五度进军奥运 今天中国时报 对于桌球部分 有做了一个特写的报道 希望提供给球迷朋友做参考 一起来帮我们东京奥运 中华队一些单项项目的选手加油吧 时间7点57分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听 也祝福大家总统大选 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